《六十分鐘時事追擊》 各位朋友 歡迎收看《六十分鐘時事追擊》 我是何首尊 後天香港回歸五週年 到時行政長官董建華一手籌組的新班旨 也會正式上任 十一個問責局長裏面有五個不是公務員 行政會議也注入了新血 兩個黨魁入局 標誌著行政立法的關係 有機會可以舒緩 用副總理前期心的話來講 董建華從此不再是顧家一人 新一屆政府在董家班的領導之下 究竟可不可以擺脫 意而不決決而不行的作風 將香港打入新紀元呢 這個星期一 第二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 文澤制的施政內閣終於良上 我是這麼多人當中 選擇出來現在的領導班子 我認為他們是最佳的人選 將來也有新班子 董建華自然稀偶就是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自當理念在這裡 未來五年裡面 我們會是一個勇於向市民負責的政府 是一個更加開明、開放和進取的政府 是一個更掌握和重視民情民意的政府 也是一個對香港有高度承擔的 決心與社會各方面通力合作的政府 在董建華的新班子裡面 最為外界注目的 是十一個文澤官員中 有五個不是公務員出身 來自各個不同的界別 特首對教育的重視和承擔 是我這次決定接受任命的主要原因 我是一個眼科醫生 但是服務社會 履行公職 是我一直遵循的領事 我很有信心 我可以和政府 優秀的公務員一起合作 很感謝各方面對我 在環保上有這麼大的期望 我也希望可以做得到 聽其言觀其行 所以我將來做的 我將來推出的政策 將來怎麼樣做法 我相信大家是有眼看 董建華強調 統合他的新班子 是一個共同的治港理念 但外界對於毫無管理政府經驗的外行人 來出任問責局長 很多就抱著官望的態度 現在這一幫炒雜成軍的問責官員 市民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他的政策有什麼抱負 對香港的施政有什麼軟件 或者他提什麼主張 無論何會帶來一些新的衝擊 以往可能只不過只有一個良感重 但是現在還可能說 在外面的商界人物 還有馬士亨 甚至是廖壽東等等 這些人的看法很明顯 就會跟原本的公務員架構有不同 例如看到對公務員的資源增值 授身 或者甚至可能對官僚 以往很多很保守的做事作風 都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看法 即將出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也就是未來董建華的首席智囊 劉潮佳也認為 董建華的新班子 會帶來公務員體系內的矛盾 任何新的體制方面的變革 無可避免會引起某些磨擦和衝突 新的領導班子 特別當初不少是來自公務員以外的界別 和那些高層公務員之間 以至一般公務員之間 會不會出現某些矛盾 董建華未來的統領角色 也將會更加重要 相對自公班子能否有效運作 相當程度就要看他們是否支持和執行 董建華那套治黨理念 和特首在這個管治過程中 能否有效地去凝聚這個管治班子 新班子的另一個突破 是將民建連主席曾鈺成 和自由黨主席田北俊 納入了行政會議 成為董建華的謀神 有學者認為 這個是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 態度上的一個轉變 北京對政黨發展成為執政黨 一直都是深生熱淚 所以他千方百計 譬如說特首選了之後出來 如果他是政黨成員都要辭職 你很明顯看到他做很多這些 是限制政黨政治的發展 但是今次肯做這麼大的犧牲 無疑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較接近基層利益的民建聯 和代表工商界的自由黨 目前在立法會內共有18個席位 雖然不是大多數 但政府和這兩個黨合作得來的話 行政和立法的對壘就可以減少 政府的施政也可能順暢得多 現在新的做法 仍有自由黨民建聯和公聯會在 而且我們都是代表很不同的社會階層 如果我們連三個都覺得行得通 我相信那樣東西去推行的時候 應該實施的困難應該少很多 過去的五年 那個運作的方式是不理想的 現在走這一步是不是一定好了呢 我剛才說的 我都沒有十足的信心 但是做一個嘗試都好過 站在原地踏步 過去幾年民建聯的議員在立法會的投票取向 多數都是支持特區政府 但曾鈺成就預期 未來五年任期這麼長 代表民建聯坐在行政會議上 很有可能出現一些角色上的矛盾 由一些官員 我們聽出他們的期望就是 就是我加入行政會議之後 以後凡親他們提出來的議案 民建聯都要支持 我覺得如果簡單地這樣看法 恐怕我們的議員都不能夠接受 我作為民建聯的主席 如果我的表決意向和民建聯不同 亦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我完全明白有這個矛盾 兩個黨的主席都說 接受任命前已經為自己一定下底線 對特區的運作很大影響 民建聯和政府是不一致的怎麼辦 我要考慮離開行政會議 如果你真的扣不下政府 要你做的事 事多一兩次 那你就提出即進不要做 但我覺得特區政府這幾年的運作 大致上的理念 政治上和經濟上 和自由黨都是很相似的 有學者認為 長遠來看 政黨對政府施政的影響 也有可能越來越大 當政黨覺得在內閣裡 已經熟習了運作 甚至不滿自己在內閣裡的影響力不夠 他就可能會進一步和這個董建華討價還價 希望自己有更加多的政黨成員 成為這個內閣部長 可能未來就不同了 慢慢就是執政黨的初型 就會可能五年之後 或者甚至十年之後 就慢慢真的醞釀了出來 民主黨在新一屆的行政會議中受到冷落 但是他們準備以反對黨的面目 繼續影響政府的施政 民主黨就會很自然 成為一個立場很鮮明的反對黨 有兩個黨的黨魁進去了行政會議 差不多和董先生結合一個新的政治聯盟 香港的政治生態是有史以來展開新的一頁 不過民主黨是很有信心 和會很積極地面對這個新的挑戰 站在大眾市民的利益身上去監察政府 去逼使政府的施政能夠回應市民大部分的要求 特區政府班子的新面孔裡面 較少人談論的 是候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 他以學者的身分 加入政府做董建華的志郎 究竟他自己怎麼看這個 《書生從政》的決定呢 我在《書生從政》的時候 二十七、八年 當然好東西都不捨得 最不捨得就是 第一就是那個寧靜歐美讀書環境 還有一個比較寧靜的生活方式 在特區政府新頒之中 被委任為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劉兆佳 多年來 在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擔任副所長一職 經常接受傳媒訪問 對政府的政策發表意見 當中不少更加是批評 我都覺得家庭政府的身分 和其他人有少許不同 我的角色要求就是 仍然能夠以這種局外人的角度 用家為客觀持平的觀點 來協助政府和董事 分析政治形勢 了解施政的成果 以及掌握民情民意 如果我不能提供那種 獨立於一般政府官員以外的觀點 我根本是失職的 所以實際上來說 如果製造好的工作 仍然能夠保存到學者 那種獨立性 實施舊子精神 還有呢 言論自由沒有了一節 只得到你不能公開批評 突出政府 當然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入了局之後 可能會對他們的情況多了一份同情 那跟你在局外做學者分析的時候 可能有點不同 作為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 劉兆佳的工作 除了要為政府做一些政策的研究外 還要編定每年的施政報告 不過劉兆佳認為 新工作和以前學者的工作 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我政治現實感很強的學者 你跟一般學者是有點不同的 我作為學者 現在所做的工作 有相當大的重疊性 我仍要花很多時間去研究 去思考 去看書 我就不同一般的施政論證 我通常是從古現實角度看政治問題 劉兆佳過去曾經擔任 港市顧問和特區籌委會委員 都是一些非全職的諮詢角色 對於未來三年 全職投入政府工作 劉兆佳亦有一些抱負 在想怎樣在香港困難時刻 強化政府的領導能力 改善它的施政 加強官民聯繫 當我是新鮮事實 試一下這樣的事的時候 實際上將來為更多的學者 可以短期進行政府工作鋪路 連接而來看 就沒有怎麼想到抵前的問題 除非有些事真的涉及到 重大的所謂道德問題 那我可能才會影響到 是不是虛流的決定 由於自然環境的變化 和人為因素的影響 中國大陸土地沙漠化相當嚴重 這一點肯定是本世紀中外科學家 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根據資料顯示 目前中國的沙漠面積 有十個廣東省那麼大 而擴展的速度 每五年就有一個北京市那麼大 面對這些數據 有關部門都不敢掉以輕心 他們都由各方面作出嘗試去自殺 但是成效又是怎麼樣呢 提起內蒙古的大草原 大家都會想到一幅 大地蒼茫的自然景象 可惜當地的畜牧業 長期以來缺乏妥善監控 草場沙化日趨嚴重 大漠的封沙甚至影響到首都北京 和北半球的國家 因此自殺造林的工程 就顯得刻不用緩 在去年 內蒙古阿巴加奇林業局 就展開了一個種植這種黃柳的自殺專案 但實施的時候 就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 原來當地的牧民 從來只懂得放養生畜 從來就沒有種過樹賺錢 更加不接受這種以自殺為目的的專案 這個地方是受傳統樹木業的影響 在牧民當中 這個樹木業經營的方式 沒有完全轉變的時候 牧民對威風起來 搞採種採條基地 不理解 官方生學 不種樹也不治理 咱們的草場一年一年退化 以後恐怕全變成沙漠 這樣搞綠化 搞種樹 搞育種育苗基地 搞這些基地以後 咱們牧民把這個意識提高了以後 咱們可能就是說 以後的牧民收入不會降低 這些聽起來似乎是很簡單的道理 但要在資訊不發達的大草原上面推行 就一點都不容易 這樣我們就是跟牧民把這個事情終點都說出來 牧民當時也不是那麼特別願意接受 可是牧民就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 就是想給我們了 牧民額爾敦去年就抱著試一試的心態 同意在自己家裡發展黃樓基地 一年多以來 黃樓生長得良好 在家牧場裡的流沙固定了 同時這個基地已經為京津地區周邊的風沙園 提供了五百多萬棵黃樓 為了抗衡草原三八的趨勢 亭巴特爾還在自己家裡的草場上 興建一座佔地十幾畝的苗圃 以便去向其他牧民推廣種樹 試圖改變他們由祖先傳承下來的經濟生產方式 有雲山有白檸條有沙雞 那邊是魚樹都是種苗的 有的是種子有的是種的小苗 所有的這個樹木都成活了以後 準備怎麼處理它們 這個都活了 現在就是已經都沒事了 就是說再長一年 今天再長一年 明年春天就給牧民了 給牧民自己操作 目前中國大陸草原沙化問題日益嚴重 要徹底治理 除了要得到牧民和農民的配合之外 政府也需要投放巨大的資源 不過陝西省就用了另一套方法自沙 既自省資源成後亦不錯 這裡是位於閃、金、寧、蒙、蒙 四省區交界柱的定邊緣 全園好像這樣 整片都是沙地的有很多 自沙的任務非常重 離開沙漠不是很遠的地方 有一片面積五萬多帽的臨場 很難想像十幾年前這裡 就像剛才見到的荒漠一樣寸草不生 你看他們叫他過來 走那麼早時間 你看他確實說 我多想一想不知道咱要過來 咱都得吃這麼老鼠 這間由石光銀一手建立專門自沙的公司 是中國大陸第一間由農戶個人建立的自沙公司 其實這間公司的建立 是源自一份治理荒沙的承巴合同 在八十年代中期 當時仍是農民的石光銀 抱著嘗試的心態 將定邊緣一片面積三千畝的黃沙 承巴下來種樹 無求達到兩年之內全部綠化的目的 這個火車就是腳來把這個樹 要在兩年之內以一幾的力量造臨三千畝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於是他將一部分的沙地外判給幾個龍戶 從中分成 而剩下的沙地就由他自己統一管理 其他的農戶還可以入股 石光銀就按比例分紅給他們 就是這樣 這間完全以資本主義形式運作的私人股份制公司 他們變賣了部分家當 將錢投入自沙 戶戶入股 按股分紅 公司還日益壯大 這裏 六年頭就放了 一足夠這裏 三千畝接放了四次 一足夠收入 這裏的收入是二十兩塊錢 只不過頭的八十拿回來 由於成效顯著 石光銀更加大膽地向國營長毛燈臨場 承包了一份五萬八千畝的自沙合同 因為當時國營臨場的荒沙面積很大 因為臨場的州里任務每年都很小 國家土質很少 所以臨場就無能力把這個荒沙 在近三五年之內治理完畢 所以這個事情如果大數成佈的話 治理費比較快 而且是節優國家資金 這樣我們臨場就同意成佈 不過自殺始終是一件極艱苦的事 國營長毛燈臨場所屬的沙發地區 也是出名難以征服 治理起來極其艱苦 這個原因 你這個人就不要自下回家 吃的是乾磨磨 喝的是冷水 水呢? 沙條嗎? 嗯 人喝的水呢 就能殺我脖子滑開 滑什麼事 就能把這個老草吐吐吐 人家爬在那裡頭沙頭 沙頭上那個殺火子 沙頭上那個葫蘿上就殺了 要克服大自然的力量 人類往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才能得到蝦微的回報 面對著大風沙吹走樹苗的困局 石光銀用無比的行心去抗衡 最後終於做臨成功 如果馬路是這麼一個有核心人 在這個世界 第一次失敗了以後 第二年就從事馬路 再改改這個事情 經過艱辛的努力 這家自殺公司 終於將這幅五萬八千毫的沙地 變成今天樹木重生的綠洲 這長不上臨場來講就是 加快了綠花自殺的步伐 再就是解藥了國家大量資金 這個難照現在這個一畝地啊 這個一百塊錢的投資 現在老實在我們那搞了五萬八千 應該說是五百八十萬 就說解藥國家投資是五百八十萬 這個臨地通過98年 省這個地區市 榆林市的林業局 還有咱們縣林業局站 組織多少人來調查 考證以後現在落實 五萬八千毫的林務總價值 是三千萬元 這個變化已經為臨區周圍的老百姓 帶來了實在的好處 當地的農民用推套機 將原來的流沙推走 恢復已經消失多時的糧田 而且再不受封沙的侵害 而石光銀更進一步地在自殺區 大搞綜合開發 他除了建立了糧食生產基地 林業基地 和藥材種植基地之外 他還發展了養殖業 和治療加工廠 綠色罐頭廠 這些生意 為自殺公司 每年帶來了超過一百萬的純利 通過總結他的經驗 說明沙漠化是可以治理的 防沙之沙 只有組織合理 方法對頭 太多科學 就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 農地沙化 是中國本世紀急需解決的問題 本無論他的成因 是出自天災還是人禍 內蒙和陝西的造林自殺方案 到底對當前中國大埔沙化 局部防治的實況 又有多大的啟示呢 各位朋友 由於節目調動關係 今晚節目時間只有半小時 多謝各位收看 下個星期六十分鐘時事追擊 將恢復在星期日晚七點三個月播出 請各位留意 到時再見